欢迎持续锁定民事午夜新闻 但来关心午夜最重要 好 首先是最新的外电消息 英国国会同意了首相强森提前大选的要求 那么强森也是依法向女王来报告解散国会一事 那么这也意味着英国大选即将重新开跑 好 焦点然后回到台湾来 知名的KTV业者钱贵金传消费者各资外泄 还被诈骗集团利用解除分歧付款的手法来芯片 好 光是一个月通报数就高达了72件 刑事局已经通知了钱贵要留意并且改善 好 来关心的是好消息 台湾名模林志玲将在11月17号 于台南美术馆举办秘密婚宴 好 晚间体谈的最新消息也是好消息 我们带来关心的是世界棒球12强赛 B组预赛 台湾晚间是对上委内瑞拉 好 靠着旅日强投张艺力压七局 没有十分的精彩好投 还有朱玉贤在七局带打建功 突破了僵局 中场3比0拿下了二连胜 好 另外今天B组呢 日本也赢球了 台湾队提前锁定六强负载的门票 之前发生在高雄市街头的直播主之乱 那么卷入了连千亿之乱 而爆红的直播女郎翁子涵 他也不断的被爆出有黑历史 包含说被负伤保养等等 好 不过最新是精神科名医李光辉 大方的承认说 其实我们两个人交往过 好 不过两个人相差了32岁 李光辉他出面面对媒体镜头的时候 表示说王子涵他虽然家境不好 但是力争上游 频频的帮前女友护航说话 回到许多现场今天的全球新观点呢 我们带你来关心的是空气污染 印度每到11月份 尤其是特别这个时候 就会飙高的空污指数又再度爆表了 那么其中人口高达2000万的首都新德里 空气当中PM2.5的浓度超飙了3到5倍以上 有的民众索性是逃到外地来避难 那么留守的人也出现了大量的就医人潮 引发了民怨